外交部林部長 委員好 委員長 今天針對幾個計畫的解凍 我們有一些的討論 特別本席比較關心就是說 對於說這個 推動自由貿易協定跟經濟合作協議相關的進度 目前 跟紐西蘭的ECA什麼時候可以簽訂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跟紐西蘭這個ECA的這個簽訂 我覺得應該真的是很快 因為現在大概在做最後文字的修訂 簽訂完之後會有哪些正面的效應 因為我們跟紐西蘭之間的經濟 基本上處於一個互補 比方說我們的工業產品 它貌量不大嘛 雙邊的貌量不大嘛 這是有一定的示範效果 還是有一定示範的效果 而且我們跟紐西蘭進口的這個農產品 乳類的製品其實也蠻多 它會不會產生這個溢出的效應 就是說透過跟這個紐西蘭簽訂之後呢 有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藉由這個跟紐西蘭模式來突破 我們是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因為紐西蘭 我們有沒有潛在的目的國 當然是有 因為過去紐西蘭 不外面透露嗎 不外面透露嗎 我跟委員報告一樣 因為過去紐西蘭是所謂這個TPP 這個創始的四個國家之一 就包括這個紐西蘭 這個智利 文萊跟新加坡 那現在我們已經跟紐西蘭跟新加坡 已經同步在進行 其實都已經到最後的階段 那另外就這四個國家也都是這個TPP 現在的這個參與協商的國家 所以日本在加入之後 一共有12個國家 那所以這些國家 事實上都是我們未來 所以跟紐西蘭跟新加坡 簽訂一些的戰略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基本上當然還是未來要 除了個別的國家之外 但我覺得不是要針對 跟兩國雙邊經貿關係的提升 那背後的這個戰略意涵 戰略意涵還是整個區域 會不會跟紐西蘭跟這個 新加坡的ECA簽訂 能夠更順利交TPP 是這個主要的目標 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 因為他們兩個國家 因為都是TPP的成員 那這兩個國家 在今年之內可以確定簽訂嗎 那我相信應該沒有問題 應該會更早 那下一個努力的目標呢 我們現在跟一些國家 大家有在推動可行性研究 進度比較快的 可行性研究當然跟印度也有在簽 印度跟印尼 甚至有跟菲律賓 甚至我都有在談 我們也希望 你可行性研究到時 就是在針對一些在談判 還有一段路要走了 會有一段時間 那我覺得 下一個階段 外交部跟經濟部合作的 努力的工作目標 在哪一個國家或哪一個區域 我是覺得我們事實上 是很多在平行在進行 像美國的TIFA也是要進行 TIFA裡面現在有兩個工作小組 一個是針對投資的 一個是針對這個TPT的 就是技術性的貿易障礙 像歐盟的這個BIA的部分 事實上也是我們一個重點的目標 事實上還是要進行 那跟日本方面 事實上我們在投資之後 我們希望還是要採取 這個堆積木的方式 我想我有些 這個整個大台也很清楚 就是說這個 國際經濟整合的版圖 大概就分兩個七塊 一個就是說 以美國主導TPP 之前我也提到過 以東協有主導的RECEP 那我看我們所有的目標 現階段在針對的幾個國家 都是TPP的這個創始會員國 神韵國 那我們希望說 以這個作為踏腳石 能夠更順利 在最短時間加入TPP 但是RECEP這部分 它涵蓋面更廣 RECEP它的這個達成的時間 可能會比TPP更早 2015年就會達成 那也包括整體的東協 也包括這個中日韓 也包括紐澳 包括印度 所以這個涵蓋面 幾乎所有亞太的主要國家 都包含在裡面 特別是東協 那這些國家如果加進去 台灣如果排除在外 那對台灣的整體的經貿競爭力 會有一個致命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對RECEP 你們在推動加入RECEP的作為 相對是比較消極一點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 有什麼因素呢 為什麼會好像這兩個 主要的經貿整合的體系裡面 我看外交部的整體的思維 跟方向大概是偏重TPP的 那RECEP好像努力不夠 其實也不是 我跟委員真的報告 我找時間可以跟委員再聊 聊得更深入一點 其實RECEP RECEP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 東南亞的工作計劃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加強 對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那左眼也就是未來的這個 這個RECEP或RECEP 其實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其實在東南亞 這些國家裡面 我們都是重要的投資國 也就是我們是在這個市場裡面 我們並不是被邊緣在外面 其實我們這麼多投資 這麼多台商 它根本就是在這個RECEP的範圍裡面 RECEP的 這當然有前置作業 也要跟RECEP裡面 主要主導性的國家 對 比方說印尼嘛 是 印尼我們也在加強 對印尼跟印度 我們都有進度嘛 都也在加強 還是在可行性研究嘛 對 那我覺得可以從印尼跟印度來 加強它的這個投入 加強它的力道 是 能夠儘快可行性研究 這個階段完成之後 進入實質的ECA的談判嘛 透過這兩個國家 來突破RECEP的這個 這個加入的困境 否則現在所有的對話機制裡面 都把台灣排除在外嘛 台灣沒有任何的參與的機會 對 就是目前看起來是這樣的 可是事實上在RCEP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也有跟 這個紐西蘭跟這個新加坡嘛 事實上這個已經進去 我剛提過是TPP的架構嘛 它也在RCEP裡面 但是它不是主要的Member嘛 可是新加坡其實是一個滿重要的國家 新加坡還是有 沒有 RCEP還是有這個 印尼啦 印尼啦 印尼也是我們一個重點 是 另外就是 台北市啊 要申請這個兩年前 申請美食制度 那當然我們不是UNESCO的這個Member 所以沒有辦法這個申請 具有資格啦 那當然這個部分 主要是中國的因素嘛 中國把我國變成了中國的一省 那後來外交部建議怎麼樣去處理這個 匯集的問題 或者是民政的問題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從開始 事實上我們也把我們相關的意見 事實上多提供給 那最後台北市是按照你們的意見嗎 你們是用城市的名稱來加入啊 不是 本來就是城市啦 本來就是 不過我是覺得台北市 因為它是主要是要推廣這個台北的美食 所以它做一些整體性的推廣的活動 但他們也有意願希望能夠參加UNESCO 但UNESCO是有實質上的困難 你們早知道這個中國一定對台灣的任何的名稱匯集它有強烈的敏感性嘛 對 那我們對這個部分也應該早知道有一些因應方案嘛 原來就有 原來就有 可是後來這個出現的狀況跟結果 我覺得這個外交部因應方案不夠咧 或者是 或者是後續的主題不要做好 其實我們都瞭解那個狀況 其實因為 那你覺得這樣子會不會讓台灣的這個國格被別譯啊 嗯 不是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參加 可是對台北市來推廣台北的美食 事實上它是有它的方式 美食當然要推廣嘛 那是名稱 那個我們不能接受 對 當然很重要啊 那你不能退二球技師 你 那也沒辦法 是的 所以我覺得也不能太 也不能太 太退縮了 也不能說為了加入而加入 沒錯沒錯 對一定要固守台灣的主權跟國格嘛 另外外交學院每年編列快一億的預算啊 那有44位編制 那請問這個外交學院具體的工作績效 你們舉出一兩項 呃我們最主要的其實就是教育跟訓練啊 因為所有的新進的外交人員 所有中階層的人員 事實上都要經過外交學院 另外我們現在外交 中階層的學院 對 中階層的外交工人員 中階層也有 那還有基層的就是新進的人員 另外就是外交學院現在跟很多國家相關的外交學院 所以它不是一個司庫嗎 它是一個訓練所嗎 它不只是這樣 因為現在變成外交學院 它變成國際事務也有關係 它沒有針對國際事務做一些分析研究的功能 它也有 它有研究的功能 不像說中國外交部裡面的國際關係研究所 或者外交學院 它針對一些外交政策有一些分析 有一些這個評估的功能嗎 你們不是你們是在職教育的功能嗎 我們也有也有研究的功能 現在慢慢的 我覺得這部分還是要加強這個外交學院的功能 不能單純的一個所謂的在職訓練所 另外這個外交人員的這個品德操守的問題 我想要特別注意一下 媒體只要有見報我覺得都是負面的 包括劉珊珊的事件 也包括秦瑞欣的事件 張思瑞等等 這些都不是 對外交部外交人員的形象都不是很正面 對內部我們外交再三十秒 對外交人員的所謂的這個所謂的法制教育 或者是職場倫理 或者是男女情感教育 這個可能都是要再加強 好 這部分我想 部長你要把它列為一個重要的工作項目 謝謝委員 不要再讓這種所謂有貪毒或者收賄 或者男女問題成為國際的這個笑話 我們一定會 一定會特別